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在近零碳排的浪潮之下 綠電幾乎成為了全球各國共識 再從國際角度來看 為了經濟發展 臺灣從政府到業者 現在都飽受壓力勁逼 也就是要發展永續能源 是勢在必行 但為什麼肩負起臺灣將近七成 發電重任的光電 卻陷入了缺地危機 對我們來說 最關鍵的拼圖還在迷走嗎 今天我們要跟著 《金週刊》的腳步來直擊 臺灣光電的缺地危機 臺灣目前最主要的綠電比例 主要太陽光發電 佔百分之六十八 而風力發電的部分佔百分之二十二 而其他的像是水力 地熱 以及生殖能跟氫能 大約佔一成 因此重中之重的光電 已經佔了將近七成 其中屋頂的類型成效還不錯 已經來到了達標九成 不過地面型的達標率 就明顯落後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如果把時間因素也加進來 事實上在二零一八年以前 臺灣光電的成果 實際上都達到了目標容量 但是從二零一九年開始出現的缺口 而且是逐年的擴大 在去年最新的資料 已經來到的缺口是最大的部分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教 《金週刊》的資深記者陳彥恆 彥恆跟你請教 目前政府強打的二零二五年 非核家園綠能的藍圖 從剛剛的缺口擴大來看 幾乎是難以達成 那請問臺灣到底碰到的困難是什麼 目前又應該怎麼做 彥恆 是 主播 就是我們剛剛會看到說 其實光電在整個綠能裡面 是重中之重 那當然裡面的地面型的 又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拼圖在那裡 可是我們的地面型 一直推展的非常的緩慢 那主要是因為其實我們政府 陸續也盤點出來很多 顯示的空間 土地希望可以利用 例如說鹽田或是一些地層下線區 不利根作區等等 但是一直到目前為止 這個進展會非常慢的原因 當然有一些是遇到很多的 例如說抗爭或是生態上面的疑慮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部分是說 其實政府它會認為說 我畫了一個專區給你 例如說兩千公頃的這個不利根作區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滿 但是我們這一次實際到屏東裡面去看 就會知道說其實這個實物上 跟理想上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例如說它在當地可能會遇到很多的 這個土地整合的問題 或者是說潰陷不足的問題 又或者是說因為各個暗場太過分散了 所以我光是要串這個電力的線路回來 我就會需要花 就要串好幾公里的時間 那當中遇到的很多的 比如說行經的土地 又會有各式各樣的衝突出現 所以當這整個工程的複雜度 變得很高的時候 當然它的時間也會拖延 那整個進度當然就大落後這樣子 那所以沒有地這件事情 一直是要解決的問題 那但是現在問題就說地處在哪裡 對那我會希望是說 這一次因為我們盤點出來說 其實我們在農地的部分 它有非常多的 有多達5萬多公頃的這些荒廢農地 現在是沒有在耕作 也沒有在用的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這個建議是說 看那個政府能不能去思考說 可能可以怎麼樣利用這樣子的土地 可以拿出來做一些更有效的使用 是彥和你剛剛告訴我們 這個台灣當然有台灣的挑戰 不過我們也要從國際上 來學一些成功經驗 來看看鄰國日本呢 他們所謂的農電共融 這場日本奇蹟 幾乎如同歷史電影 這一位才非常年輕 只有40歲的年輕博士 被日本封為營農的光電之父 他在日本首都東京東邊的千葉縣 打造了十多座像這樣子的暗場 置入了智慧的監測系統 種植像是地瓜 茄子 藍莓等等 十多種作物 四季都能夠收成 而且重電跟重農 兩者互不相同 農田上架起這樣子的太陽能板 達到了農收跟農園 自給自足的雙贏局面 公民電廠甚至做到可以上市 而事實上日本整體來說 從2011年福島核災之後 日本就積極地推動綠能 在去年二零二二 日本的再生能源發電 已經逼近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成為僅次於中國跟美國的 第三大光電的大國 如果從日本跟臺灣 這兩國分類跟時程規範來比一比 細節因為非常多 我們沒有辦法細就 但是總體來說可以發現 日本的分類非常的明確 而且時程快速 但相對於臺灣的這個規模 就比較是模糊 因此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請教艷恆囉 根據你們這一次啊 深入到日本千葉縣的第一線直擊 剛剛看到這種小小的實驗農田 變成世界第一大的營農光電暗場 這十年的驚奇成果 臺灣可以學習哪些部分呢 是 我們這次主要去千葉 就是觀摩所謂的營農型的光電 那他的意思當然就是說 我的地面上面是維持農作的 但是我上面架起了太陽能板 那現在這個模式在臺灣 是只有設施型的有在推 例如說一些溫室或者是一些養雞廠等等的屋頂可以裝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地面型的農田是沒有這個模式的 因為我們的政府可能會擔心說 大家會有這樣的疑慮嗎 就是架起太陽能板之後會影響到農作的一些收成等等 所以我們一直都還沒有去嘗試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去日本就看到說其實他們做得非常的好 例如說我們剛剛提到馬上障師博士他的暗場 他的暗場不大一公頃 但是他裡面做了實驗了十多種的農作物 有地瓜大豆然後還有很多什麼茄子 還有種了很多的水果 我們還當場在那邊吃了水果 就是他們其實透過試驗室告訴你們說 我們的太陽能板其實只要經過很好的設計 然後跟農作物有相互的配合 你試驗過之後其實是可以達到 讓他們在同一片土地上面共存 然後同享同一片陽光 而不會影響到他的農作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彥恆的分享 不論對於台灣或者是全球 現在綠能永續都是我們必須要走的路 以上就是本期的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